哈喽 虽然最近上海天天是阴天下雨 而且气温骤降 但是这种天气应该持续不了多久吧 毕竟都4月份了 我就赶快来出一个防晒视频 我这次测评的还是一些 网上口碑比较好的防晒霜 大家如果对什么兰蔻戴科 安耐晒感兴趣的话 可以去我那一支视频里面看 我会把视频号打在评论里面 我今天要做的呢 是这里的这些 这是我上一次护肤视频里面 有用到的这个Sports Beauty 这个是网友给我种草的 高四架的这个防晒 是一个纯化学的光谱防晒 这个是防晒褶梨 它是乳液质地的 这个是涂改叶质地的 我看网上叫它金粉盾 先说这个褶梨 这个褶梨用起来是一个 非常水润和清爽的质地 很多清爽款的防晒 涂在脸上视觉看起来是很油的 仿光非常的明显 但这个不是 这个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雅光的 涂完防晒可以直接出门的那种 它的使用感受来说 应该是非常的讨喜 然后是这个涂改叶防晒 这个涂改叶防晒 它跟安耐晒小精瓶 使用感非常的类似 它挤出来是流动性很高 涂在脸上的时候会觉得油油的 很多油皮卡在这一步 就会觉得它太油了 受不了 可是它过一会儿 比如说一两个小时之后 还是会出现那种拔干的感觉 我看这一点网上说的人不多 但可能我两颊干的比较明显吧 我会觉得它的拔干程度 真的跟安耐晒有一拼 所以大家自己评估一下 如果你受不了安耐晒的那种程度的话 那这款你也没有必要尝试了 接下来是我中小已久的 科研室的这款防晒 它是一个物化结合的全波段防晒 同时可以防UVA和UVB 欧家的防晒嘛 它也是采用了欧莱雅家的 专利成分麦色绿 对UVA的防护程度也很有保障 就是用在脸上 你防晒黑的能力是比较强的 它的质地会稍微的厚重和滋润一点 所以说油皮可能大夏天的时候会不能接受 不过你中小这个的话 我会建议你去专柜试用一下质地再说 它用起来会略略的泛白 它的泛白程度不是很明显 而且它推起来还蛮匀的 多次补擦也不会有那种刷墙的感觉 所以在这方面我倒不会介意它 它是自生堂的这个新阴阳防晒 那我买的这个浅蓝色 然后黄色边的这个 它是给敏感肌使用的 它是一个虫物理防晒 它的防晒成分只有氧化芯和二氧化钛 但是它泛白真的很严重 是苹果叶质地的推起来也流动性很强 可是你就这么薄薄的涂一层 就能看到它有明显的泛白 它的泛白程度比科研式那个要明显很多 所以科研式那个 大家是要考虑一下厚重的质地 你能不能接受 这个的话就是你要看它的泛白程度 你能不能接受 它就明摆着是一个纯物理防晒嘛 所以说敏感肌可以放心使用 所以这个就需要大家判断 你能接受的泛白程度是怎么样的 下一个是这个防晒叫AMPLUR 它的防晒成分是阿富本宗和OMC的组合 那阿富本宗它是一个UVA的防晒成分 但是它预光不稳定 尤其是和OMC组合的时候 这两个在一起的时候 会让阿富本宗更加的不稳定 更快分解 所以说这一支先打好预防针 它的防晒力度不可以太信任 只适合你通勤使用 就上班前涂一次 下班再涂一次 这样勤补擦 来弥补它的防晒力不足的问题 如果你在大夏天的户外待一天 你一天只擦一次这个的话 那晒黑基本上是必然的事情 为什么它在网上还有比较好的口碑 这么多人会那么喜欢它呢 因为它的质地实在是非常非常的水 可以说它是我这两年用到的 最水的一个防晒霜 上脸的时候一推就化成水 但是它的乙醇排名还挺靠前的 所以可能也正是因此 它还会给你一种清凉感的感觉 所以有很多油皮 特别是橙墙皮 它可能很喜欢这种感觉 又水又清凉 在夏天用起来简直不要太爽 敏感肌就真的要慎重一点 我拿另外一款类似的来比较的话 就是Eastin Eastin的那个防晒我也蛮喜欢的 但它也是这种阿富本宗和OMC的组合形式 但是Eastin还含有一些其他的防晒剂 不像这个它只有OMC和阿富本宗 如果这两个比起来的话 我会更建议Eastin多一点 但如果你是带油皮 你喜欢这种超级水的感觉的话 也要记得请补图 因为它的防晒力度是不够的 下一个是欧莱雅的防晒 我买的是这一款 不是他们家大哥大 这个是一个物化结合的防晒 也是欧加的嘛 也含有麦色绿 小缺点就是它也是含乙醇的 但没有AMPLER那个排名那么的靠前 上起来我不会太担心 科研是那种厚重的感觉 我自己都完全可以接受 但我觉得对大家来说 这种保湿的乳液质地 大家也都是可以接受的 它的接受度会更广一些 所以这个我还是挺喜欢的 好那这个就是我最近用到的防晒 不管天热起来以后 大家出门还要不要戴口罩 但是你总归衣服不可能一直穿很厚的 所以漏肤的时候 需要防晒的时候 马上还是要来了 所以大家可以先准备起来 防晒霜先摆起来 好那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可以常按点赞帮我一键三连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